你真的不要在該理財的時候選擇放棄 一定會跟我說 啊...存錢好困難喔 其實那都是你為自己找的藉口 歡迎回家 這裡是幸福理財家 我是吳馬克 又來到了理財系列囉 今天這一支影片呢 是要延續上一支影片的概念 主要是要來跟大家說 你要趕快存到第一桶金 從我剛開始出社會的時候 平均一年的定存利率大概是1.2% 現在的銀行利率少了0.78% 還有另外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物價通膨指數 在資訊網上面查到的資料 在台灣每一年空貨膨脹率大概是2% 如果定存是1%的話 等於我們賺的錢是會越來越保的 最近我去買一些早點 他們都在5月1號偷偷的漲價了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薪水越來越薄 就要來看看我是怎麼樣省出一桶金 從我工作到退休的這一段黃金時期 我很不幸的 我的工作都沒有加薪 我們在這邊要做一個動作 拿出一張筆 什麼是一張筆 大家拿出一張紙 或者是你打開手機計算一下 我們25歲開始工作 一個月的薪水是3萬塊 一年下來的話年收入有36萬 然後這樣年重的話我們就算40萬 預定要退休的年紀 我們設定是在65歲 從25歲出社會工作到65歲退休 這一段期間40年 在前面呢 我們的薪資40萬嘛 40再乘以40是不是就是1600萬 我有聊到說 我一個月的基本開銷是2萬塊 所以一年下來的話是24萬 我的基本開銷是在960萬 我們用1600萬 扣除掉960萬 這樣出來之後呢 我們得到的一個數字是640萬 3萬 就等於是我這一輩子只能存到這樣子的錢 這些開銷裡面還沒有包括 你想要去旅遊啊 做一些娛樂性消費 如果把這些東西都加進去的話 能夠存下來的錢就會越來越少 你就會發現 工作了一輩子之後會不會是一場空 在富爸爸窮爸爸這本書裡面 他們有提到說 我們不要讓自己一直維持在老鼠圈裡面 當你看完這些數據之後 我就決定要把我那些辛苦賺來的錢 變成資產 我是怎樣存錢呢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我剛出社會的時候 我是收入減掉花費等於存款 我每個月那個時候存下來的錢就會變得不一定 經過記帳之後 發現我把這個數學的公式做了一個調整之後 我將收入減掉想要存的錢等於花費 當你開始做了這些存款的動作之後 你的第一桶金目標就慢慢的出來了 從小到大還是會有一個想要買房的夢 第一次跟家人去看預售屋費用表出來之後 投期款啊 交屋啊 所有費用 哩哩哩哩哩的加起來 發現我根本沒有辦法買房 因為我連投期款都沒有 當我們有了記帳來存錢 還有知道我們一輩子就只能存多少錢 開始規劃我的投資目標 擴大我的資產 為什麼我說投資金錢很重要 是因為 阿英史坦曾經說過 人類的第八大發明 複利效果 複利效果它需要的是什麼 時間加上複利 當他們兩個合在一起之後 報酬是會非常非常驚人的 可以從每一年的配息知道 從一開始的三千塊成長到現在的十萬塊 其實我們都可以在支出的方面去做調配 我推掉了非常非常多朋友 吃飯的要約 看電影的要約 你把這一些東西都拒絕掉 然後我在家裡當個邊緣人 我不是躺在床上面那邊打滾 或者是耍廢追劇 好啦 我承認我一開始有 看了 有錢人跟你想的不一樣裡面 有錢的人他們會將工作的時數拉長 因為他們想要創造出一個資產 我有被這本書裡面的這一句話打寫 就會發現這些名人 其實他們都已經把一套邏輯理出來了 因為當你買了八本 十本的書之後 你會發現裡面有很多地方其實都是重複的 第一個會出現的就是要記帳 第二個會出現的就是他們透過資產來擴大 在富比市的富人排行榜 或者是台灣首富的排行榜裡面 他們會去說年收入是多少嗎 沒有 對不對 都是在看他們的資產有多少 資產的來源有什麼 我每一年能夠做的投資金額 每一年想要領到的利息就是5% 我要如何的去擴大這個資產 在2015年的時候我只有領五千多塊 到現在呢 我已經擴大到了十萬塊 會羨慕我 其實我在這裡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犧牲 像是退掉朋友的聚會 我把那個犒賞自己的做往後的延期 再可以讓我很快速的在六年內 存到了我的第一桶金 所以我的影響真的非常非常多 你真的不要在該理財的時候選擇放棄 一定會跟我說 啊 存錢好困難喔 其實那都是你為自己找的藉口 一百萬到六百萬 其實是一個小目標到長期目標 你就會問說 啊 我們的投資標的這麼多 我們到底要找什麼 如果你期待這樣的內容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下一集就會拍相關的影片 要如何存到一百萬 因為我覺得要存到一百萬是最困難的 當你熬到一百萬的時候 你會發現另外一桶金來的速度會很快 是因為你已經為自己 建立了非常好的目標跟方向 在理財規劃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戒律 我們到底是要怎樣存到第一桶金 首先第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要先去記賬 那大家要自己去花一點時間 就是比較懶 現在信用卡消費也蠻方便的 我就寄一些什麼水電啊 房租啊 的Lilycoco的開銷 因為信用卡就直接貪每一個月是多少 就可以知道你的基本開銷大概在哪裡 另外一個是 去計算出你這輩子 如果都沒有加薪的話 你可以存到多少錢 我相信你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一定會非常的驚恐 你的年薪一直都在成長的話呢 恭喜你 其實會賺錢的人不一定會守財 可能一個月賺十萬塊花到十一萬塊 他有存到錢嗎 沒有 在前面說要去分辨什麼是想要 什麼是需要 當你把這些搞清楚之後 你的人生就可以順一點 人生是非常非常昂貴 會員的社群那邊 我都會定期的分享一些 理財相關的知識 之後可以跟一些廠商給的優惠碼 那我就會優先給我的會員他們去使用 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不妨加入會員 讓我們在一起擴充資產 透過這樣子的互相影響聊天裡面 讓我們彼此成長 對你對我都是好事 在我的同屋層裡面 可能沒辦法打到我每一個人 如果想要透過我的故事告訴大家 理財這件事情很重要 也許它在一些地方看起來非常的微不足道 當你日積月累的去做之後 你會發現它會給你很棒的報酬 理財它很重要的地方是 也許是突然沒有工作 突然生病 有很多的未知 如果你有做理財規劃的話 當這些未知出現的時候 你還可以支撐得住 這就是理財對於你跟我來說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知情 大家一定要為自己訂定的一些目標 讓我們趕快的去執行 趁著我們還沒有老去的時候 趕快來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 不要忘記要按讚喔 你也別忘了要分享我的影片出去 當你在分享的時候 你會吸引跟我們一樣 想要在理財規劃一起努力的朋友 這樣子我們就會形成了一個 理財的小星球 因為現在的演算法的關係 這些話題也許打不到你 但我們就慢慢的 把我們的理財星球慢慢的擴大 我們就可以在以後的生活裡面 我們能越過越富了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別忘記要按讚、分享 不想要錯過我的第一手消息的話 那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 我之後在後面的影片呢 會告訴你為什麼要提早 簡單來講就是 負利的效果會影響非常非常的多 你看如果你是在25歲就做這件事情 跟在40歲做這件事情 你們要投入的金額 就算後面大於前面的數字 但是前面的負利效果 是會遠大於這個金額的 我們在這邊簡單的說一個童話故事 就是國文要給他講上 這一個設計棋盤的人說 我要求的不多 但是我在這個棋盤裡面的每一格 他是Double就好了 這個國文他們主要是殘迷的 就是第一天是1例米 第二天是2例米 第三天是4例米 你想一下2的49次方 出來的話數字是多少 你就知道當一個東西經過了負利之後 會有多麼可怕的效果 在下一支影片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細分出 我這一百萬是如何創造5%的利息 我的投資標的是什麼 你如果害怕錯過的話 請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那就趕快來看我影片囉